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德语语音的学习课堂 好 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课 那么首先要恭喜大家 因为大家已经把德语的语音基本都学了 掌握了怎么样呢 金老师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要用最后一次的时间呢 给大家来进行一次总复习 这次复习也是很重要的 大家来自我测试一下 看看你的德语语音学习的怎么样 有哪些需要改进补充的地方 那么赶快去听啊 之前我们这些教程把它搞定 那么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真的踏上德语的学习之路了 不需要再用音标了 那么在复习之前呢 首先我们要干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德语的字母 字母的发音呢 再来学习一下 是字母本身的发音 我们之前的第一课 其实已经听过一遍字母的发音了 之后呢 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用德语字母来念的 比如说 这样的 之所以没有系统的学习呢 是因为德语的字母发音和英语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一开始就来 三十个字母都上来教你的话 那么发音都没学过 很多发音都没学过 怕大家接受不了 那么现在我们一点一点一点抽丝剥茧的学习之后呢 再来回过头来学德语的字母发音 好 这个时候就容易多了 因为很多字母的发音和它本身的 在单词里的发音啊 是一样的 好 首先呢 我们来听听看一首德语的字母歌 大家先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 听完字母歌之后呢 然后再由金老师来带着大家 一个一个一个 慢慢的把这些德语的字母呢 都来念一下 请大家一定要跟上金老师哦 好 我们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具体讲解一下,比较难的我们会说的详细一点,比较容易的可能就一笔带过,每一个字母呢,我们都可能会举一两个单词来作为例子。 第一个字母,啊,啊,这个字母是一个原因,字母本身的发音以及在单词当中的发音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早就学过了,必须要把嘴张大发啊这个音,也就是长音了,啊,很好,我们举一个单词例子吧,比如说,天,talk, guten talk, talk, 千万不要忘记了,第二个字母,b,b,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德语的字母表里面有好多字母啊,它本身的发音呢,都是以a这个音的,它有规律,在英语里面呢,都是以e,比如说b,c,d,而我们德语呢,碰到这样的字母,肯定是发a那个音的, 比如说这个字母,b,b,长音,再来一遍,b,很好,它是一个辅音,它在单词里面是发成b,b,和英语一模一样,我们举一个例子,床,bit,bit,很好,第三个字母,c,c, 请注意它的辅音是呲那个音,这个字母在德语里面很少会单独出现,一般来说,它都是以字母组合的形式出现的,比如说,ch,s,ch,我们来练习一下,ch,ish,ish, 在a,o,u,au的后面呢,发ch,我们都学过,比如说这个单词,acht,acht,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外来词了,那么这个,请大家自己以后啊,根据字典或者老师的讲解了,来分门别类的来学习了,外来词, 接下来的字母是d,d,d,它的发音很简单,那么在单词里面发成d,d,比如说dum,dum,我们学过是愚蠢的意思,第五个字母,e,本身是个原音,e,字母发音是长音,e,那么它在单词里面我们早就练过了,比如说,me, meer,meer,更多的,meer,好,接下来字母f,这个发音,字母的发音和英语很像,都是f,那么在单词里的发音也几乎一样,比如说,feuer,feuer,火的意思,feuer,再往后,ge, ge,字母里面发ge,单词里面发g,goot,goot,goot,好的意思,接下来,字母叫做ha,ha,在单词里面发h,那么和英语也一样,比如说,hoot,hoot, 帽子的意思,但请注意,我们曾经学过,在德语里面这个ha,除了发h之外,还有不发音的情况,如果它位于原音的后面,它是不发音的,比如说,meer,meer, 然后呢,是原音字母,e,那么它的发音和字母本身的发音也是一致的,我们练一个单词,就是bist,bist,都学过了,do,bist,do,bist,你是 接下来这个字母比较特殊,叫做,字母本身的发音叫做y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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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单词里面,这个字母发成ye,也就是yot那个ye,辅音啊,ye, 那么有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单词,就是是的,德语叫做y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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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t 好,接下来,这个字母呢,字母本身叫做Ca,我们在单词里面,跟英语一样,发k,轻辅音 卡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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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子地图 卡片的意思 再来一遍 卡尔特 后面是一个重点字母 它叫做 我们说过 在单词里面 它要把舌尖触碰上颚的 那么这个字母本身也是一样 也要这么干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并不是永远都要这样 如果后面是一个原因 如果这个字母的后面是一个原因 那么它不需要 比如说 不需要这样 但如果是后面这个单词 这就需要了 再往后 和英语一模一样 练习一下 Mower Mower N也一样 Nine Nine 是前面Yah的反译词 不要忘了 Yah Nine 接下来又是一个原音字母 O 把嘴要嘟圆了 O 字母的发音和它单词里的发音都一样 比如说 外公外婆 外婆叫做 Oma Oma 外公呢 叫做 Opa Opa 接下来字母 P P 发音呢 是轻辅音 在单词里面 它是轻辅音 P P 比如说 爸爸 Papa Papa 再往后 这个字母比较特殊 字母发音叫做 Ku Ku 但是 它几乎不可能 在德语里面单独出现 它出现的时候 一般都是用在一个字母组合里面 我们之前也学过 叫做 Ku Ku 比如说 废话 胡扯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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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后就是我们的重点了 R 字母叫做 R R 那么它在单词里面有两种发音了 第一种就是发小舌音 R R 第二种呢 是在一些前坠或者后坠里面 拈R R 我们来练习一下 比如说 小舌音 旅行 Reise Reise 我们曾经说过 你没有必要一定要这么厉害的发小声音 你可以轻缓一点 Reise Reise 发一点点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练习的时候 大家尽量把小声音发出来 Reise Reise 在前坠后坠里面发成R 比如说老师 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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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接下来是字母 Es 字母本身发音和英语一样 但是在单词里面不一定 它要分两种情况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Es的后面是一个原因 那么它要发Z 比如说太阳 Zone Zone 如果后面没有原因 那么它是发Z 比如说兴致爱好 LOST LOST 后面这个字母 T T 单词里面轻辅音 T 我们来一个 茶叶 茶叶的发音和字母的发音一模一样 都叫T 长音 T 很好 后面又是一个原因 U U 我们一笔带过 就用刚刚我们练习过的一个单词吧 信使 LOST LOST 请当心这个LOST这个字 当中这个Este 发Z 但是我们也学过 如果Este 或者SP 在一个单词的 最前面 他们是要发 ST SP 请大家不要忘了 比如说 城市 STAT STAT 体育 Sport Sport 在单词的最前面 要发S 在单词当中 一般是发S 不要忘了 接下来这个字母跟英语很不一样 我们等于念FAL FAL 在单词里面 它的发音呢 是发F 我们曾经教过 它其实是有两种发音的 德语本身词汇呢 发F 比如说 爸爸 FAT FAT 但是如果是外来词的话 它会发着辅音 V V 比如说 签证 Vizum Vizum 接下来是 V V字母 本身念作 V 在单词里面 发生V 这个音 V 香肠 香肠 Vo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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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后 X 请记住不是X 不是英语的X 是X X X 当然了 在单词里面 发音差不多 都是X 比如说 选一个跟英语 一模一样的 课文 课本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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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难的一个 我认为最难的一个 就是后面的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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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发Y 然后是 P C Long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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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一定要多加练习 那么出现这个Y Y的单词并不是特别多 一般都是作为原因的 念成 Y Y 在单词里面一般发成Y 比如说 类型 我喜欢的一个类型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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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母本身念作Y Y Y 26个传统的字母 最后一个 Tit Tit 记住要发呲那个音 Tit 那么 那么在单词里面 它念成 T T 所以它本身字母呢 你要叫Tit 比如说动物园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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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那么再来练习一下四个特殊的字母 第一个 第一个是原音字母 第一个是原音字母 原音字母和单词里的发音是一样的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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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酪 KE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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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U U U KE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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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Y 嘴要变小 嘴要变小 嘴要非常小 Y KE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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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最后一个字母本身叫做Estet Estet 快一点 Estet Estet 那么我们说过 它在单词里面相当于两个S 也就是发S 这个音 GROCE GROCE 不过这个字母呢 这个特殊的字母 现在按照德国人的趋势来说呢 用的越来越少了 好 接下来呢 进行德语语音的复习 我们来试试看 大家到底有没有能够很好地掌握之前所学的知识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若干个挑战 ,难度会越来越高 看看你能不能开始独立地念出德语的单词 甚至是语句 首先我们先来点简单的 我们先开始就做了 谢谢大家 我们先来点简单的 可能是先来点简单的 青植 大概都会有点 可能是撒着 都应该的 我们先来点简单的 这就回应了 德国的一些吃的 名以食为天嘛 德国饭菜虽然不算很好吃 但是内容还是蛮多的 我们呢 当然是用来练习下语音了 大家来念念看 这单词会不会念呢 brot brot bier bier wu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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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n wein Sauerkraut Sauerkraut Apfel Apfel Honis Honis Bierne Bierne Kaffee Kaffee Zitrone Citrone Citrone Mils Mils Paphyr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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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t Saft Kirsche Kirsche Noodle Noodle Dat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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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is Reis Traube Traube 这些都是德国非常常见的一些食品或者是饮料的名字 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掌握一下他们的中文意思 接下来这个挑战德与星座 D Judas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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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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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一些基本的打招呼自我介绍的话 其中有几个单词我们没有学过 我们来再来操练一下 来自于 注意在最前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如果能够记住全称的话 当然是最好的情况 以后呢 希望大家继续好好的练习德语的语音 找一些简单的话来练习把它巩固 这个东西是需要不断的练习的 这个东西是需要不断的练习的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德语的谚语 叫做 预梦 macht den Meister 预梦 macht den Meister 练习也能产生冠军 我们中文叫做 熟能生巧 预梦 macht den Meister 希望大家紧紧牢记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的语音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Auf Wiedersehen 是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